最近夜经济这个词频繁的出现 各地纷纷出招 推动夜间经济的发展 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也正在加快推进夜间经济转型升级 陆续推出了一些夜间消费休闲的好去处 夜幕降临 在五科松文体中心的篮球公园 一场业余街头篮球大战刚刚打响 露天看台上已作物虚席 这个地方紧挨着五科松篮球馆 隔三差五会举行各种业余球赛 以及精彩的篮球表演 记者发现这里的商业区 是一个下沉式的空间 即餐饮 酒吧 商场 书店 音乐喷泉于一体 甚至还有不少街头歌手也都在此演唱 比较符合年轻人现在一个 这个时尚的一个趋势 因为工作之余 其实来这边可以放松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 可能不同年龄前都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活动或设施 还有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一些活动设施 最重要的核心是文化体育 而在北京 另一个夜间消费热度很高的 三里屯地区 如今已不再是清一色的酒吧 最近一个沉浸式的数字艺术展 成了这里的主角 展览通过声光电与数字科技 相结合的方式 打造出了一个个奇妙秘境 游客还可以进行互动体验 此外 三里屯也多了不少24小时书店 为北京的夜间消费休闲 增添了文化色彩 到晚餐了文化